你听说过激情秀吗? 就是将身体残缺、激情的人 放在舞台上供客人观赏消遣 然而如此变态的演出 放在十九世纪的美国 却和现在的电影一样普及 当时你要说没看过两场激情秀 那你就是个土鳖 而在这变态的秀场里 也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激情人 其中有一对来自我国清朝的年体双胞胎 他们是世界上第一对被记录在岸的年体人 他们依靠猎奇表演 认禁了整个美国 甚至还赢取白富美 拿到美国绿卡 最后还剩下22个子女 1811年 这对双胞胎出生在仙罗 也就是现在的泰国 他们的父亲是个华人 母亲则是中泰昏血 在昌和恩钻出肚子的时候 所有医护人员都被吓傻了 因为他们的腰部 有一条长约八厘米的管状组织带连接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魔鬼的诅咒 要处死他们 甚至有大聪明提议 将他们挂在铁丝上 慢慢将身体隔开 好在他们的父母并不迷信 坚持留下了他们 两兄弟也很懂事 很小就开始帮家里做农活 减轻生活负担 到了1824年 昌和恩遇到了改变他们一生的男人 苏格兰商人亨特 当时他在梅兰河上的一艘渔船上 看到河里有一个奇怪的动物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个粘体人 作为一个脑司机 他立即就嗅到了财富密码的味道 于是亨特给了他们父母500美元 便将两兄弟带到了美国 在这里 他们登上了马戏团的舞台 起初他们只是被展览围观 命名为大自然的怪胎 但在亨特的严厉教导下 昌和恩学会了一些歌曲 空翻等杂技动作 这一套才艺下来 年纪双胞胎迷身大噪 亨特赚的那是一个盆满钵满 但因为当年的年幼无知 昌和恩签订了不平等合同 所以三年以来 即使挣再多的钱 他们都拿不到 21岁的昌和恩决定自己单干 在合同到期后 他们开始了一边旅行一边挣钱 凭借精湛的杂技表演 再加上良好的观众员 昌和恩的事业顺风顺水 赚的是盆满钵满 正所谓饭饱似爱情 昌和恩也不例外 1837年 群演结束后的昌和恩 在北卡罗来纳州定居了 他们购买了80万平方米的土地 取得了美国公民的资格 并购买了33名黑人奴隶做工 开启了悠闲的农场主生活 定居后不久 兄弟二人同时喜欢上 隔壁种植园的大美 这奇妙的三角链 在兄弟间展开 然而大美却只喜欢哥哥昌 两人迅速坠入了爱河 弟弟十分的难受 于是花了五年的时间 和大美的妹妹 小美培养出了感情 走到了一起 很快他们就举行了婚礼 但年替双胞胎 迎娶姐妹花的新闻轰动了全美 有不少人认为他们这是重婚罪 但他们并没有理会 还特意定制了一张能容纳四个人的床 但遗憾的是 他们一直没敢要孩子 因为他们害怕下一代也是年替人 在经过了长时间复杂的心理斗争后 他们决定试他一次 很快 昌的孩子出生了 因众人心血的是 孩子非常健康 这样的完美结果 仿佛让兄弟俩得到了上帝的旨意 他们开启人造人模式 昌一共生孕了十二个孩子 恩则生了十个 除了昌家有两个孩子是农亚人之外 其余的都是正常的 但随着孩子越来越多 两家人总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 吵得不可开交 于是他们决定分开来住 他们在距离一公里的地方 各自修建了一栋住所 但昌和恩没办法分居 他们实行轮换制 一边住三天 到谁家就听谁的 可能很多人会疑惑 他们俩为什么不做分离手术 其实他们刚到来时 美国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很多医生都对他们进行各种身体检查 盲猜连体的原因 但当时没有X光 没有医生敢下刀做分离手术 到了1865年 南北战争结束 昌和恩的黑龙农场毁于一旦 生活条件一落前掌 为了挽回财富 他们开始脑本行 再次进行畸形秀巡演 但此时的他们已经不再年轻 很多高难度动作都无法完成 生意也大不如从前 为了缓解压力 昌酗酒越来越严重 身体状况也逐渐变差 不久之后 昌的部分身体瘫痪了 只能依靠恩一个人苦苦支撑 1874年的一天清晨 昌在睡眠中去世了 弟弟发现后 震惊之余 更多是对死亡的恐惧 他认为自己也命不久矣 果然 在短短三小时后 弟弟也一命呜呼了 享年63岁 在安葬过后 昌和恩的尸体被挖了出来 进行医学解剖和研究 医生发现 他们的肝脏是由一条薄薄的肝组织 连接起来的 如果在当时手术 会导致大出血 必死无疑 所以昌死后 恩也会跟随尸体逐渐失血而死 他们共同的肝脏 则被保存在美国费城的木特博物馆 截止到2006年 他们的后代 已经高达1500人了 其中还有过11对双胞胎 也都十分健康 昌和恩是世界上第一次 记录的粘体双胞胎 他让世界知道了这种怪病的存在 得到了医学界的关注与忠视 命运没能赋予昌和恩正常人的身躯 但两兄弟从未向命运低头 他们努力地享受着生活的快乐 甚至超越了大多数的正常人